天后李文身前控诉中国好声音霸凌 随后节目遭到网友抵制 被迫暂停播出 舆论不断发酵之际 连带参加浙江卫视电视台 其他综艺节目的艺人都备受关注 日前节目网牌对网牌流出一组嘉宾名单 其中就爆花了女星唐嫣 引起她的粉丝们不满 纷纷希望她不要参与录制 由于节目尚未播出 但热搜却已经将双方捆绑 相关话题的阅读量 更突破2000万 流量十分可观 不少粉丝质疑 这个热搜来得太快太突然 疑似是节目组客以为之 目的是将唐嫣作为工具人 转移大众视线 又有人无奈表示 如果唐嫣真的加盟节目 证明双方早已签订合同 产后求付出的唐嫣 不可能轻易毁约 她根本没有选择权 因此不能怪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